先用红色肥笔从外向里围绕一个圆心 扫出一个椭圆形 上面和两边长一点 下边比较短 这样画出的是一个半侧面的花朵 这是一个多层的花 所以说外层的花朵稍微大一点 整体外形是一个椭圆形 还是红色肥笔先画一个椭圆形 继续用黄颜色肥笔从外向里扫 就一圈一圈一层一层这样扫出来 我们再画一个正面的 这是一个正圆 道理都一样 我们的花瓣就是由小到大 一层一层由小到大 围绕圆圆形 一圈一圈一圈 走出来 然后再画一个半侧面 再画一个侧面的 侧面的外形 它整体就是一个扇子的形状 是一个扇子的形状 正面是一个正圆 半侧面是一个椭圆形 再画一个小画 小的 所以整个花朵有大有小 这就是大小的变化 然后这个花朵也有居散的变化 有大小的居散 所有的画法 就是把正面 半侧面 侧面 就是这三种花朵 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方向 把它走一下 再走一些小的花朵 然后我们加上枝桥 枝桥是用绿菲笔来画的 我们的绿菲笔 都是不太绿 画枝条一般 就是注意这个穿插 有穿插 才能显出前后 关系 也是要有居散 再用蓝色这一笔 走上一点叶子 走叶子 一般就是上面的叶子 走得稍微小一点 下面的叶子稍微大一点点 再用绿菲笔 在亮的地方发给植物几笔 让叶子也有一点点变化 这就是亮暗的变化 下面加个花瓶 花瓶我先用白颜色菲笔 整体扫一下 然后 把用白菲笔 再把个别地方提亮 透明的物体都是 亮的地方特别亮 暗的地方特别亮 特别暗 那么就能够画出一种透明的效果 当然边缘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亮 再加上两朵小花 整个这个就画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